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自站在会场门口 交通部长林家龙新官上任 首度和普悠玛离难家属见面 开肯谈会 想释出诚意接地气 不过家属一提到调查报告 立刻火气飙升 二十八号是我们离难者的百日 什么时候才能尊重我们 局长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真相 情绪完全忍不住 因为从十月二十一号至今 超过三个月都还没完全还原真相 连部长自己都看不下去 赶紧跳出来当合适了 我们行政院方面所做 我也不满意啊 很多问题没有真正去回应 黄国昌也一再打脸政院小组报告 说辞漏洞百出 家属更不愿接受台铁提出 比较大理事故赔偿标准 九百六十万元理赔 面对台铁和家属交锋 部长林家龙也提出承诺 成立并安慰 在委员的努力下 我们现在已经要正式成立 那我们也支持 在这样的机制下来调查 这一点我们完全配合 强调自己有改革决心 但有台铁的体检报告曝光 重大行车事故 从2012年到2018年9月 阵线加上侧线出轨 每年都有十几期左右 就有小组委员批评 这数字看起来根本是零改善 林家龙上任后 台铁这个烫手山芋 怎么改革更是巨大挑战 三线真心群天小组 看不到